众所周知,最近,赵丽颜和冯绍峰的事是闹得沸沸扬扬,两人工作室同时发布声明,称他们已决定和平分手结束婚姻关系,未来将共同抚养陪伴孩子成长。 两人因工作而结缘,却因结婚后聚少离多,而渐渐疏远。 面对这样的消息,网友们都表示震惊不已,而赵丽颜和冯绍峰宣布离婚消息后,迅速引起了大家热议。 自从赵丽颜和冯绍峰相恋后,冯绍峰就俨然变身好男人,好爸爸,两口子人前人口都十分恩爱,是两人每天只要在一起,做最简单的事情都会很开心吗? 可以说实是丝毫看不出有离婚的迹象,而大家也知道,赵丽颜是圈内出了名的好人员,圆圆的脸蛋不是娱乐圈最漂亮的,贫穷的出生也不是娱乐圈最有家底的,甚至他怎么努力机会都不是最好的。 曾经他与何炯,谢娜他们可以说性格相投,平日里几个人几乎也是无话不谈,在节目上也是经常问对方一些问题。 曾经,何炯出席某节目,在采访的时候,有记者向何炯提了一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,你是如何看待赵丽颜与冯绍峰感情的? 对此,何炯也是直言说道,其实一开始,他们在一起我是反对的,冯绍峰性格潇洒,左右逢源,会来是耿直的赵丽颜,估计有一点不合适。 网友只能感叹,江还是老的辣,何炯看人真的准,神预言,当然,谁知道,婚礼没等到,却等来了离婚的关心声明,无论赵丽颜和冯绍峰现在的关系如何,儿子都是无辜的,大家也希望两人能够给孩子更多的关爱,小伙伴,对此你怎么看呢?